字幕提供 大家好 歡迎你回 念你NFX 如果你看完上一集很喜歡的話 記得Like和Share我的影片 以及記得Subscribe我們YT NET的頻道 如果大家每天都想有這個美麗湯喝的話 記得一路看我的影片 一路看我最新推出這本書 每天都有美麗湯喝 裡面有365個湯 我和你分好四季春夏秋冬 每個湯都有功效、小提示 跟著我去煲 煲湯就沒有難度 廣告時間就完了 我們就開始煲湯了 過年大家一定煲雞湯不少 雞湯來來去去都是煲冬菇 這次我們試試夾一下雞蟲一樣好吃 看什麼材料 雞記得你也是撕乾淨裡面的肺 以及切了屁股的位置 凍水出水 雞湯我自己就不去皮 因為你去皮就會沒有雞的油香 因為始終煲雞湯有油香會好很多 煲雞湯我自己會加肉 帶回那個雞的甜味出來會香很多 我們要清淺少少 我們用肉眼就可以了 肉眼是肉味濃又沒有那麼肥的 我們都可以同一時間去出水 出完水 雞和肉眼都要沖乾淨 因為很多雜質 通常過時過節大家吃很多冬菇 再喝冬菇湯就太膩了 我們今次用雞蟲蟲 它又叫巴西蘑菇 雞蟲有什麼好處呢 雞蟲是保腎 還有幫你增強一下免疫力 疫情之下就最適合用 雞蟲有很多用法 不單只是煲湯 你可以用來炆菜 煮意粉 煮西湯 都一樣可以 煮煲仔飯都一樣香 或者餃子都可以 怎樣去選擇呢 不要貪大粒 很多人都會貪越大粒越好 其實細小粒反而更好用 你看到它是淡淡的 橙黃色 餅夠粗身 聞到它淡淡的杏仁味就最香了 我們用之前要浸泡大約15分鐘 想整個湯更加香更加甜的話 我們就會加雞腳 最好買到新鮮雞腳 整個湯會甜很多 這個雞腳我們預先已經出水了 但是整個雞腳全部燜完 煲湯都是爛了 有什麼方法要解決呢 就給你一個提示 雞腳已經出水了 也斬了腳趾 還不行 出水後 要完全衝動 有時間的話 最好優先的慢整定 把它放在雪櫃裏面 即是把雞腳冷一晚 有什麼好處呢 這個方法是把雞腳皮 完全有足夠的時間收縮 無論你煲或炆的話 雞腳煲完湯都不會爛 還是很完整 而且不會成膠質 雞腳呢 如果你說我斬了腳趾 就飄油了 不用擔心 用煲魚袋就幫你解決 它會把你大部分的油份 隔住了 就不用慢慢撇油 撇到鎖 我們煲湯之前 將雞腳放入煲魚袋 一會兒煲湯整袋放下去 見到毛花果 你會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雞湯要加毛花果呢 若然你擔心煲雞湯都是醋 我們可以加幾多毛花果 平衡它 沒有那麼醋 令整個湯更滋潤 但毛花果呢 我們用之前煲湯 不要整袋放進去 一定要剪開它 讓它出味一點 煲雞湯當然少不了裸頭 裸頭也是養陰 不過呢 最好選擇這個乾裸頭 盡量避免用冰鮮 特別是如果是M痛 M口或者手術後 盡量用乾裸頭 我們用熱水滷它先 那裸頭整袋放進去 它不出味 一定要把它剪掉 我看到新鮮海竹頭出場的時候 為什麼用新鮮的肉粥不用乾的呢 因為新鮮的滋潤度高很多 養陰度都會高很多 我們現在把它切開一塊一塊一塊 如果你在外國買不到新鮮的海竹頭 就用乾的肉粥 剛才肌蟲已經浸了10分鐘 水要留下 怎樣處理它最好呢 預備一張櫥子 即是雷子幫你過濾雜質 還有用一個沙機 把廚紙放進去 把它倒進去 就會幫你隔雜質 水就可以用得來煲湯 為什麼今次用新鮮淮山 又不用乾的淮山呢 新鮮淮山是養陰補水很多 乾的以健皮為主是兩樣不同的東西 我們先把它削掉 淮山把它切開一段段 不要切太細 待會煲完它溶了 不見了 未用的淮山一定要把它放進鹽水裡 不然很快就會氧化變黑色 水大滾把所有材料放進鍋裡 剛才浸基礎龍的水 加進去 添加所有材料後 大滾10分鐘 轉小火煲2個小時 加鹽調味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湯好吃一點 記得煲完不要馬上開蓋 再關火焗30分鐘 味道會出得完整很多 融合得好很多 湯煲了2個小時 加了鹽調味 現在可以喝了